EasyGo之开机自动还原 如果你想让EasyGo开机之后 使用者的一些改变 可以回复到最原始设定值 建议你的做法是 系统、管理、使用者及群组 我们第一个安装的使用者 因为具有管理权限 那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电脑 让学生不容易改变 有时候小朋友会有不可预期的错误 所以呢,我们加入一个使用者 他叫做 这个时候要输入密码 他叫做学生 那我们也给学生一个 密码 也给学生一个密码 那学生有一个身份的 这一位是使用者 他没有安装软体的权利 所以我们先帮使用者 设定好各种设定 好 那我们现在用学生的身份登入 这是学生的身份 那我们可以把桌面改变成自己要的 假设我们学校使用的是另外一张桌面 这有一个你可以自定桌面 网路的首页你也可以改 假设我想要用Google来当首页 就用这个来当首页 就选择目前的 那你也可以对我无力做各种改变 改变完之后再重新启动 这些都是我们要的备份 这个时候这个备份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登出回到具有管理权限的使用者 当我们把学生的身份一切都调教完成之后 我们在管理里面有一个登入画面 解除锁定 这个时候我们让系统直接用学生的身份登入 以学生的身份直接登入 登入呢 我们先要把学生的备份起来 这个时候一样要打密码 系统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做开机还原的设定 是的 我要做开机还原的设定 确定 接下来他会问你 你要还原哪一个 当然我们选择还原学生的设定 确定 这个时候系统自动会帮你备份学生的资料 按确定 那改天你不想还原了 你也可以选择再次执行这个设定 选择解除这个 那我们现在不解除 已经帮你备好了 那我们电脑重新启动 这个时候电脑会用学生的身份来登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已经是用学生的身份来登入了 那学生如果可能会随便不小心按到键资料夹啦 或者是把桌面又改掉啦 桌面改回这个 或者是说他把这个删掉啦 先把改首页改掉了 假设他的首页把它改成 教育部的好了 做了各种不同的设定 甚至把火狐狸也删掉啦 面板上的各种东西都删掉了 那怎么办 你一一要复原非常麻烦 那因为我们有做了 刚才有做了备份 所以我们只要重新启动电脑 好你看当我们重新启动电脑之后 你会发现说 哇他一切都还给我们了 连浏览器也首页也帮我们复原了 刚才在桌面上的建的资料夹也都不见了 这样就可以达到即时还原的一个目的 那再复习一下如何建置他 你需要使用有管理权限的身份 好使用有管理权限的身份 去新增一个使用者 是一般使用者 一般使用者把建立起来 然后把一般使用者的环境设定好 再来在管理里面的登入画面 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 以谁来登入 我们在电脑教室的管理 当然以学生来直接登入 好这样子他就会以学生直接登入 接下来使用EGGO里面的使用者制定开机还原设定 把他保护起来 这个时候他就会自动帮你还原 再也不怕 学生不小心做了奇怪的动作 把你的桌面环境弄得很奇怪 你要复原 变成相当麻烦 那这样也不用担心中毒的问题 因为学生没有管理权限 即使他拿到有病毒的档案 或者是做了很奇怪的动作 对系统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也是EGGO安全的地方